本来无一物的祖师留下真身舍利 让你实时行服式深入明镜台的祖师 你却看不到任何留下任何踪迹 那是什么意思 你实时行服式的这个发心 你要是真正知道 本来无一物的这个心中的智慧 将来你实时行服式这个发心 这种威仪这种形态自然消歇 但是自然消歇处 你本来无一物的如是法相庄严 常在人间 他才能够常在人间 不然你为什么会能大师留下全身舍利 那叫舍利那叫疑身 那是真正在这个身形上面 他就有导引叫舍利 不是你现在有很多人随便烧出一个颗粒 就叫舍利 那不叫舍利好吧 烧出一个弹丸都叫舍利 舍利是什么意思 舍利哪怕是一个弹丸 一个现象 它都有道德 有智慧遗留 叫舍利 没有如果是智慧道德 你只是启程中所获浊幻觉 那都叫魔 那不是舍利 谁要你追那个舍利干什么 那追那都是无名 所以圣人的法相 哪怕是一个画像 你站在眼前 一摘一礼 他能够传递 就自然能够潜移默化 你将来就能重返入圣 你知道吗 这种过程是什么 舍利 是圣人留下的一切遗物 哪怕是在这个祖师殿堂里面 留下慧能祖师的鞋袜 你只要瞻仰 一合掌 你看到那个鞋袜 看到是他用的器物 用品 但心中他传递的就是古人的道风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舍利 你要是看到一些 烧出的一些弹丸 都叫舍利 在那边模板 你也不知道你在拜什么 只是觉得他好 这个不好灵 他可以烧出舍利 他好不得了 烧出舍利 这叫无名 那叫鬼魅 你在学什么 所以舍利二字就叫宜身 宜者叫什么 浅化教义 那你说那其他人 能不能烧出那些东西来 当然可以嘛 摩天捏心 我要烧出个弹丸来 烧出个弹丸来 他搞不好还烧出琉璃 事件业力不可思议 那烧那个有用吗 你供那个有用吗 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供 什么舍利不舍利 那供那个设利有用吗 有意义吗 越供那种设利 放一个佛像在你家中 你会发现 那个佛像就越来越离你遥远 因为那个佛就是什么 那个佛就变成了 一般民间信仰 想要接引 想要祈求 想要依赖的那种怪力 都成怪力 什么叫怪力 怪力就是除自心之外 你想祈求有种力量 当下能够帮助你的 都叫怪力 因为既然讲万法为心 除己心力 若是任有任何妄求 全成怪力 要有这种发心 你今生能发这种心 光正一念 声音都是将来的无上善根 那都是念念之间 不断为自己的导引 不断为自己的提醒 你只要肯于这样去学 肯于在自心之中 念念为自心建立信心 念念在自心上面 为自己念念肯于去面对它 去担当它 去熟悉它 你说心有什么道理 师父现在讲的 你都会听不懂 讲到你要是肯于去面对它的人 心中的道理 你自己就知道 心中的面貌 你自己明白 只是你从来不肯 先去接触它而已 他说尽量的道理 祝你自己尽量的道理